嘉義新郎大潭惡河 登陸很近四百公俗 這幾年來正在後 提供做蜻蜓的婚人基地 管理王長良日前方式婚人基地 聽他們的訴求 那跟未來的發展 那有必要的話 我們慢慢的推動 讓很多的國中小 那有興趣想要玩蜻蜓這樣的活動的年輕人 都可以加入這樣的團隊 王長良又落水天涯各蜻蜓 一開始是覺得很怕陰 最後是完結後 覺得這個運動可以訓練到手的筋肉和平行 是真好的運動 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船 這一艘就要28萬 這裡的20幾萬 上面那個艇叫最上面那個四人艇 那個最長 那一艘48萬 也就是說這些比賽它是卡碗的纖維 它的價格都非常的高 經費非常的多 那我們希望說 這個大潭這個地方 未來除了是民雄國中輕艇隊的一個訓練基地 它現在也是我們加一線輕艇比賽的一個比賽場地 那很謝謝我們縣府在幫我們支援 今年又有228萬的經費 我們要做那個浮動的碼頭 就是要比賽旁邊有浮動的碼頭 那我們今天還要再建置輕艇的挺部 那我因為我第一次滑 還沒辦法如意得水 所以還是戰戰兢兢 所以如果說慢慢熟悉的話 我想它是一個非常好的運動 而且在這麼廣寬的這個浮上面 那你會讓你的心情沉澱下來 翁長梁說 青艇的困難只需要空間 大潭也讓整體之後 真是合同的困難 民雄國中輕艇隊這幾年來的表現是真好 困難中隊也會繼續來補償 讓她的消息竟然完成 記得黃沛蓋的冠蔥補兜 這裡就是乾杯 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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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